让眼望去白色沙滩上怎么看起来黑黑的 仔细看上头覆盖一层黑色物质和沙粒混合在一起 有点像油污 拿出磁铁靠近表面 黑色块状物竟然被吸起来 让民众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说明的话 会以为是污染物 是会这样子讲 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油污 这是被暗沙滩天然的地形 它是个铁砂 那我们看到这个黑黑的就是铁砂含量很丰富的地方 原来这不是污染物而是吸铁砂 基隆老梅石槽绵延两公里长的绿色地毯 一直都是许多游客争相拍照的地方 沿着海岸线走会经过老梅溪和小坑紫溪 出海口附近的白色沙滩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沙滩表面这层黑黑的吸铁砂 也是老梅石槽的一大特色 因为火山爆发 顺便把这些铁子 随着岩浆带下来 铁质矿物随着岩浆带出 经过潮汐漂流 最后堆积在沙滩 根据调查这里的铁砂含量 大约有30%以上 尚未海洋教育的活教材 下回民众到此游玩 别再以为是海上飘来的游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